第一个他最后希望我们做出就是去计算那个range 就是说呢 他scope scope叫他成绩嘛 他的range的count count就算他在这个某个区间总共有几个 比如说这个成绩 假设是英文成绩 所以呢这个地方请各位可以找到有一个叫 云端上也有一个档案叫做read404.csv 那这个csv档打开来看一下 他的第一列A1其实就是一个栏位名称 然后一直往下 这些呢实际上也许就是他的某一个成绩 假设是英文成绩好了 那如果我想要统计什么 统计这里面 哪一个range的成绩最多 比如说我要分布情况 这个range这个数字越多越好 比如全校的 或者是全台北市的 如果成绩越多你统计出来 当然也就越接近你要的结果 不过他可能取样有70个学生 所以你会发现他最后到71 扣掉两个名称就是刚好是70个成绩 那可是问题 我的需求在这里 我希望呢 可以帮我把这个csv档读到python里面 第一个OK 读取哦 OK 读取当然哦 这边他用pandas 可是如果你不用pandas可以读进来吗 可以啊 我们用那个嘛 刚刚用过的方法 f等于open嘛 那一招真的太好用了 你不用pandas也可以写得出来 但是问题他怎么样 他这个读进来的话 你必须要一个一个取出来 那因为用用一个一个 中间换行嘛 把他一个一个读进来 避开第一个 因为第一个不是成绩 还有记得要转型 他可能读进来如果是字串 你可能要转成int 或float 或者刚刚用evaluate 可以啦 然后读进来之后的话 再来做什么 再帮我计算说 哪一个成绩 所以你变成做一个逻辑判断 有没有有点像是筛选 到底 比如说哪个range 就是 我希望做出来结果长得像这样子 就是0到19分一个range 20到39分一个range 以此类推 80分到100分 所以 1 2 3 4 5个range 那我们要怎么做 那当然这边的话 最后再把图画出来 所以你需要什么呢 你会需要第一个 把CSV 读进来 那当然 这个 证照考试题它是用 那个Pandas 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是 可以不用Pandas 把它读进来 那第二个做什么呢 就是 再去算读进来的成绩 到底 它是在哪个range 有没有五个range 就1付 然后这个range 如果是这个range的话呢 那我就要把它 Cound的加1 像这个东西 如果在 在以色列里面 你可以用Cound if 对用Cound if OK Cound if可以做 Cound是吧 Cound就是计算 1付就如果 如果它是哪个range 但是在python里面的话 诶那你需要什么 所以你需要一个清单 那个清单里面的话 总共就是 5 诶那如果是5个 你可能要5个变数 A B C D E OK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呢 如果你不希望有这么多变数的话 你干脆用一个串列就好了 这个串列呢 就刚好中瓜糊 一个两个 一个斗点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有没有 预设值都0 如果它预设值为0 那等到是哪一个 我就把它里面 1 就是那个0的资料 加1写回去 加1写回去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帮我拿 Cound里面到底哪一个数量是多少 最后再把图画出来就可以了 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OK 第一个我们按部就班 所以待会请各位 在那个云端上找到这个 这个档的话 基本上一样是在那个 证照考试体里面 这个证照考试的 这个 截取与分析 里面会有一个 404这个 那请各位就是把它 用那个下载 下载成一个 这个CSV档好了 下载 CSV这个 那下载完之后呢 当然你可以外部读取 或者直接拖拉 不过它的档名 你可能注意一下 那个档名它变成重复了 你可能要把它改一下 把它这个改成什么 这个 read404.CSV 然后并且把它放到 我们根木屋底下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 读取它 所以读取的话 基本上的话 我们可以用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它用那个Pandas 不过我觉得Pandas 可能在这边不用没关系 不过要用要怎么用 待会再讲 那一样我们怎么样 把F等于Open这个 Open之后的话呢 然后就是把它用Realize Realize 把这个里面的Score全部读进来 所以你会发现 读进来的话 它就会是 这里面的每一个 但是里面一样会有栏位名称 我们要避开 接下来 接下来的话 我就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下面这一行 其实再把它读进来 再来的话呢 因为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去计算 就是说呢 里面的成绩总共五个区间 那我必须怎么样 这边有个Range count 等于什么呢 你会发现它这个地方写成这样子 零 然后乘上五 其实零乘上五 就等同是什么 等同是 这样子 痘点 零有没有 你写那个 中国阿弧 这个串列零 乘上五 基本上就等于什么 等于这样的写法 两个结果是一样的 那是什么呢 意思说 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0到19分的Range的Count 这个是20到39 有没有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得到什么 得到这个成绩的话 得到这个成绩的数量的话 那如果是它 那我就帮我这个里面变动加1 是它就帮我加1到第二个 以此类推 有没有 刚好五个成绩 OK 所以这个Range的话 在那个 我们正要考试题 它里面写成这样 乘以5 这样结果跟刚刚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只是说 这种写法比较精简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种写法 你会不习惯的话 那不如你就写成这样好了 写成这样应该比较亲切一点吧 会不会 OK 如果你觉得 因为说真的啦 好像除非你那个里面的 串列数量太多 否则你用5个好像 跟写成这样我觉得差不多 写这样 可阅读性比较高 那就写这样 意思就是说呢 我先产生一个 空的串列 里面有5个资料 预测值都0 那当我如果有判断产生一个 那我就把它里面抓出来 加1 加1就可以 OK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跑那个什么 跑这个score里面的串列 那当然我们可以用for each啦 不过刚刚是for each 可是里面会有个问题 如果我用for each的话 那第一个不是乘七啊 所以怎么办 你要避开它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吧 我们可以用for for用range 从1开始 避开第一个嘛 OK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啊 所以 这边的话就是for I in range 哪一个range呢 就是从 第一个 意思这个是0嘛 0这个避开 从第一开始 1到最后 总长度 比如说总共它0开始 所以最后 假设是71 应该到70 刚好 总长度刚好是71 所以这边 到70停下来 所以1到70 的结果刚好就是这个 一直到下面 到70 OK 那做什么呢 我就把资料带过来 不过特别注意哦 带过来资料会有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 里面的资料哦 他会最后会有个什么 那个 换行 所以必须把他去不掉 OK 如果你看看不出来的话 干脆 先把这个读解一下 我先print 给各位看 不过理论上 你们如果假设不太清楚 到底你读进来是什么 我建议各位就是 不妨就print它吧 print它之后 结果应该就可以知道 所以print 这个scope 那这个scope 帮我读进来的话 你会发现哦 执行一下 它里面就是70个学生成绩 有没有 然后后面会加一个 换行 对不对哦 并且呢 读进来的会是字串 所以我们应该什么 先用strip 把后面的换行去掉 然后呢 把它的字串 再转型为int 这样里面成绩才不是数字啊 如果你不是数字 那你后面逻辑判断 就没办法判断 应该可以懂那逻辑啊 所以我们 其实前面也做蛮多的 我们只是说 把它再带到 如何画图表 所以以后你们应该怎么 把很多个串在一起 那就一个你要的东西出来 OK 好 那接下来做什么 接下来我就产生一个空的串列 然后空的串列 去记录说 各个range的 的数量 OK 然后并且做逻辑判断 把它先什么 先读一个进来 就读第一个的话 那可能是读到哪个成绩呢 假如如果第一个读80 80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这个里面放的 第一个假设我读到84 84它基本上就是双以后 而且后面会多一个反斜线n 那我第一个先把反斜线n去掉 所以这边有个strip OK 应该可以看懂 然后因为它是双引号 所以在用int把它转换 所以剩下就84 把84怎么样 放到score里面 做什么呢 做判断了 是不是小于20啊 不是 不是 是不是小于20跟40之间不是 是不是这个不是 哎 84啊 那最后的话呢 当然就是什么 跑到哪一个range呢 跑到这个 这个else吧 OK 所以因为80到100之间 所以他就把他就把什么呢 把我们特别注意哦 这个写法是 是因为呢 他应该要变更的是哪一个 变更的是这个这个成绩有没有 因为他预设0嘛 所以我要改他怎么改很简单嘛 把这个里面的最后一个就是第四个 不是不是第四啊 编号4 因为从0开始 OK 然后呢 加等于1 就把他自己的资料带出来 然后把它加1填回去 所以填回去之后这边就变成1了 有没有 一票 所以这个也可以拿来当开票啊 如果以后你要拿来 把它改写成什么 开票系统 也可以这样子 所以最后呢 我们只要把那一个range count的变数 拿来当成是什么 当成是我们的歪轴就可以了 有没有 就是成绩的高低嘛 OK 所以只要一个进来 然后判断哪一个 再加1 假设这个再加1 再加1 再加1 然后如果又多一个那边 把这个1加1就变2了 一直写回去啦 所以其实等于这个回圈里面就是一直在变更什么 变更上面的那个串列里面的值 就是把它加1 那这个叫counter 跟那个e-sale里面那个count if还蛮像的 count if 也有点类似什么 类似那个e-sale里面的枢纽分析表啦 里面其实也 它是帮你看看看看 最后结果告诉你 OK 只是说呢 像e-sale那种工具是 它帮你写好了 你也不用知道说到底怎么写的 它就有了 OK 不过那种东西当然的好处是很简便 但缺点比较没有弹性 没办法自动化 OK好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什么 再来就是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range 这个range它是帮我产生从那个什么呢 0到24前一个 然后step就是间隔为5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我先把这个把它print出来 其实这个东西里面放的 基本上也是一个什么呢 也是一个串列 那这个串列里面放什么呢 就是从0开始 再下一个是多少 间隔5嘛 等于是下一个应该是多少 到4嘛 再下一个9 有没有 所以假设我今天把这个print出来 我现在这里下这个print的这个结果 比如说把这个print出来 有没有 这个地方我跟各位讲 它这个用np是用numpi numpi这个 这个 这个套件 那特别注意 其实在这里 如果你不用nump 它用arrange 不过其实你用range可不可以 其实最后结果也是一样 所以这一题我是觉得 你用这样子 跟用numpi那个range 其实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边用哪一个都可以 OK 所以这边有同意 可能confuse说 老师为什么要那一个 用这个会 可以 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OK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分别把这些呢 做一个输出了 所以这边底下 我们就把这些算完了 然后一个一个判断完了 接下来呢 直接就输出看看 结果OK 看一下 OK 好 你会发现呢 就帮我 等于是说算完的那个range 就是说 再丢到它的歪手 把这个值给分别画出来 结果就OK了 然后你想说 它为什么要 这边要变成那个0 然后再来就是5 10 15 20 其实就是那个距离 可以调宽一点点 或者会全部挤在一起 好 那请各位呢 稍微试一下吧 请各位就是先把那个 这个档案先汇入进来 然后试着怎么样 读取一下 那读取的方法 我们云端上面 那个参考答案是放用那个 那个那个Pandas 不过你可以不一定用Pandas OK 这一题的话其实 但是如果你要用的话怎么用 我们待会再讲一下 OK 其实也差不多 只是说那个Pandas 他将来再处理那种 稍微复杂的data 会更加的恰当 像这边资料是蛮简单的 因为等于就是只有一栏 一栏的话读进来 就处理完就OK了 不需要杀鸡不用牛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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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